海巡署金马鹏分署 第七案群队大池案检所人员 昨日与小吃脚凉亭前方沙滩 发现一只活地海龟疑似受困 第一时间立即洒水室复安置 近通报海巡署第13巡房区指挥部 专请彭宏县政府农医局 及海洋保育署彭宏保育站 派员到场驼储后 带回水产试验所安置观察 当案群人员与小吃脚凉亭前方 发现活地海龟 头部有不明伤口 尚有生命迹象 立即给予试部覆盖 并适时洒水保湿 待农医局抵达现场后 判定该活地海龟品种为绿锡龟 经测量后 该海龟长50公分 宽40公分 后续有案件所同仁 及农医局人员协助 将该活地海龟 以往彭宏县政府水产试验所 安置及观察 海巡署表示 海洋保育工作 是海巡署重要工作核心之一 海巡人员平常住的执行公务勤务外 各项海洋生态保育工作均格外重视 民众如果与案件周遭发现保育类动物 或其他需要海巡人员协助之处 也欢迎民众寻求帮助 记者陈荣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您的三楼